水平方向這個是千尺方向 這是60度 所以他乘以二分之一加上他乘以二分之根 那就可以得到G圖的結果 然後這一塊這個Thumb Area Table的話 主要是用來就是如果我們有需要 對同一張圖去重複做Box Filter 然後尤其是不同大小的Box Filter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預先算好說 某一個區塊的總和是多少 這樣我們可以省略到很多重複的加法操作 所以這邊的話首先我們會用小S去計算說 從原點到這個Pixel加起來總共是多少 所以這是直觀的公式 但是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算法 用遞回的方式來加快這個計算 所以就比如說可能算到這個388 把這九格加起來 那我其實可以看成說是這邊的六格 加上上面這六格 然後加上這個3 減掉重複的這四塊 這樣所以可以用遞回的方式去計算這個小S 然後我們用大S來表示說這個 不是從原點而是從某個點到另外那個點的長方形之間的總和 那可以用差不多的概念去計算 所以它這邊要算這個綠色框框的時候 就是從原點到1的這一塊 剪掉這一塊跟這一塊 然後把中間重複的那個再加上去 所以這可以用一個比較快速的方式去算 某一個小區塊的核 對所以就是一個 這個數字剪掉它 剪掉它再加上它 所以就是兩個剪一個加碼 那你原來的話呢 你要算幾次 九次 九次可以 九次這樣 那如果更大的時候 那個效果就很明顯 嗯 所以我們如果先算好這個Thunderer Table之後 我們是 其實是在一個Constant的時間裡面去算這個核的 對 這是3至2 嗯 再放一下 可以吧 放到那邊繼續放嗎 可以吧 好 好 好 然後我們進到3至3 3至3繼續在講領域運算 只是它現在不一定會是線性的 這是它的一些例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講這個Medium跟Bilateral的濾波器 這是它們的效果 好 好 然後這個Medium Filter的話 它的 做法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是一個3x3的Kernel的話 就把這九個 值都放出來 然後把它排序 然後我直接用最中間的這個中間的值來代表這個 來替換這個響亮 那這種做法 那這種做法的話 可以把一些極端高或極端低的那種Paper salt的Noise去消掉 但是它有時候也會容易會把邊緣的部分模糊掉 好 所以 然後像剛剛那樣我們只用一個值來代表它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時候太極端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 一樣是把高跟低的值刪掉 但是我們可能會中間多留幾個數字 然後去做平均 所以像這種的話 可能最大的兩個跟最小的兩個都砍掉 然後中間剩下五個值 用這五個值做平均的來代表這個 這個像素 那個D喔 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學體配 如果B是二人換 就是這樣出 那已經變圖了這樣 對 圖就算了 所以這個左邊這個A B是我們剛剛的Medium Filter 然後這個是Alpha Mean 就是 它這邊也一樣是砍掉 各砍兩個 對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B這種做法的話 它使用到的像素其實更多的 所以它可能可以保留更多的資訊 等一下妳講 那個研究的時候 妳有把那個眼鏡帶來嗎 沒有 哎呀妳要啦 那個 沒感覺那 妳如果回去拿 再回來多少 但是我沒有裝那些東西 這樣子是 那個學長在嗎 如果在的話 借他的那一台 那 可能在 那 也許跟這 請他下來展示也可以啊 嘿 嘿 好 好 那沒關係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3點10分休息的時候 妳確認一下 學長可以帶著他的東西下來 然後 通常展示給大家看 我喜歡他做的那幾個展示 一個的話是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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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個磚塊 他移動這樣子 然後打磚塊 對 啊還有一個的話是那個 啊 看那個 那個 那幾個我都還蠻喜歡 還有丟高槍的 我們通通展示一下 請學長展示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 medium跟alphame 然後右邊那兩個是等一下會講的 這個是bilateral的 雙邊濾波器 然後他其實一樣是給我們的pixel 給他變一個權重 只是這邊的權重的算法不太一樣 他這邊前半部分是用這個index去算的 所以他其實是表示一個距離的詞訊 然後後面這個是直接用那個像素的值去計算的 所以這個是在植域上的一個差異 所以他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邊 我們是用中間這個值去算 所以 第一個前面這個domain filter的話就是算距離 所以越靠近的話會是越大的值 那這個range filter的話 就要對到原本的圖 原本中間是7 所以如果跟他一樣都是7的話 這邊就會是1 那如果是像6跟8跟他差1的話 這邊就是給他0.8 所以 然後再來是5跟9的話是0.4 所以 你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billetrol filter的話就是雙側面 雙側面意思的話就是說 你越靠近的影響越大 越遠的話影響越小 那同樣道理呢 亮度上面的話一樣 亮度越接近的影響越大 亮度越差的越遠的話 那個RR就會影響越小 所以billetrol是雙側面 一側的話就是這個距離 另外一側的話就是亮度上面 就是這樣 所以billetrol會同時考慮它的距離跟亮度的差異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差異 所以這邊的中心大概是在這裡 所以是在下面這一塊 所以b這個是5個domain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一個正常的高四個形狀 它就要說越近越那個影響越大 對所以最中間的那塊會比較高 然後c的話就是在直律上的filter 所以我們因為中心是在中間 所以左半邊這個比較低的部分 在這邊看來其實它的權重會比較高 然後右半邊比較高 跟其實跟我們的中心的直差的比較多 它就會看起來權重比較低 然後把b跟c合在一起就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是 這個是即是中間 而且直也差不多 是它的權重最高 然後e就是它的結果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它 一個會考慮的是它本身的距離 然後一個是它直的差別 然後這個是雙邊濾波器的結果 那它除了消雜訊以外 它對於編的保留是比較好的 然後3-3-2講的是比較傳統嗎 就是應該是大家都學過的部分 所以通常這部分會被做在一個 這個binary的影像上 然後我們會 它這邊是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角度去看它 它會用一個這種thread holding的方式去判斷說最終的結果 那它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會有一個kernel 然後跟原始的影像 然後我先去做一次convolution之後 我會去得到說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對上這個kernel的時候 我應該是有3個pixel是有值的 所以它這邊就會給3 然後它會根據它在要做的是dilation還是erosion 或者是其他操作的時候去判斷它的thread hold到底是多少 然後從這個結果 它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比如說它這邊 讓它dilation的話就是有的 有1的話它就可以算有值 erosion的話就是要所有的都有值才行 整塊塞進去的話 圓頂就有一定 對 然後我們直接來看這個結果 所以A是原本的thread 然後B是做dilation的結果 所以它會看起來像是整個線變厚了一點 變寬了一點 然後C是那個erosion它變窄一點 然後D的話是去做那個majority 那它是會把它的這個邊邊角角的部分變得比較銳利一點 但是這邊其實看不太出有什麼差別 然後E是那個 E是opening opening主要是要去除它的小點 但是它這邊的這個上面這個小點跟它的kernel 比起來還是太大了 所以這邊其實沒有完全把它消掉 然後F是做那個closing的話 它就會把中間這個洞補上 對 opening的話就是把那個 你看這個thread moment 以目前來講它是square 這個square塞得進去的話 那的地方的話整塊square會留下來 塞不進去的地方的話它就會被消掉 所以呢旁邊的這個就被消掉 所以一樣到底它整個square塞進去 然後塞得進去的話 它就那個會留下來 塞不進去的地方就會變成背景 那erosion的話 那個closing的話正好反過來 你在背景這邊塞 背景這邊要是塞得進去的話 背景就留著 背景要是塞不進去 像這裡背景塞不進去的話 它就會變成東西 所以呢背景塞不進去的話 就會變成東西 所以是這樣子 closing 然後... 3.3.3... 三點三點三位 雙龍lia 然後我們這個三支三支三么要講 Distance Transforms 隔ley 然後我們這個三支三支三么要講 你最近的这个0的这个pixel有多远的方式 那这边有介绍两种不同的算Distant的方式 那前面这个CityBlock呢 它有点像是在走棋盘格 就是你只能走线上 不能走斜对角 然后把这个K跟L取决率都加起来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Euclidean 就是我们一半的平方箱下的话开口号 这样 然后这边有介绍 如果用CityBlock的算法的话 你可以就是从左上角算到右下角 再从右下角回去 这样两轮就可以把这个距离算完 然后它有点像那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改变 所以我们这是原始的图 然后我可能从左上角开始 它如果自己是0的话你就会是0 然后一直走到这个有1的地方 那我可能把它从左边或者上面加1 然后看哪个比较小 这样去做吧 然后所以我们做到 所以就好像火从左边往右边烧 它从上面往下烧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们把它做完之后 我们让它从右下又重新往回走 所以看是从左上烧的比较快 还是右下烧的比较快 对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是从下面往上烧 然后它从左边往右上 那刚刚如果已经有指比较小的话 你就不需要 因为有指比较小 它可能是从左上跟下来的比较快 比较快 比较近 对对 对 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两轮 就可以把这个距离算出来 所以你指一下 那个2是什么意思 对 这个2 最右边 最右边 可是最右边 对对对对 你说啊 这个2是什么意思 这个2 嗯哼 所以这个2的话就是这边嘛 所以它最近的是可能是这个或这个 对 它从1、2两步就可以到边边了 它一样 或者是1、2就可以到边边了 本来应该有四种轴 五种轴 对对对 它有五种轴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Connected Component 连通体 然后它比较常是用在像我们如果是要做手写的辨识啊 或者是像可能车牌辨识之类 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应该是CV里面的图 大概概念就是像你一样是从左上角开始去算 然后你有连在一起的比你就给它一样的Label 然后它有可能就是会有两个不同的Label 然后其实应该是要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可能是从左下回去再重做 或者可能用另外一张表去记录它是一样的 嗯 2等于11 嗯 2等于13 嗯 然后这边的话5会等于9 嗯 然后9等于7 嗯 8等于7 嗯 10等于7 然后我们通常会用它的一些数据 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个联通体的面积 或者它的周长 或者可能它的重心去继续做计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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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来讲这个复列转化 然后我们首先要稍微知道一下什么是复列极数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把一个像这些一个一尾的讯号 我们可以把它用这种一个用好几个不同频率的三波把它叠加起来 然后来近似这个讯号 这样 然后我们做复列转化的目标其实就是找到这个各个频率的全波的这个的正幅 然后我们在做image processing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像我们刚刚用了很多不同的filter 那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些filter到底会对这些图做什么样的操作 它到底是把什么样的频率可能留下来或者增强 然后或者我们想知道这个图原本的频率的一些特征 可以用复列转换来观察它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filter之后我们把它用这个H来表示它的这个impulse response 然后呢我会用一个已知的这个赛波来检测它 所以我们用这个这个convolution的方式 我们把H跟S结合在一起 然后会得到一个新的正幅跟一个新的相位 这样 那这个a就是分译或者是废数 因为就是大小 哦大小 然后这个fi的变化 就是它要有i跟o相减 然后我们讲它是位移 然后课本里面给的这个图的话是把它转成这个complex的表示形式 然后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相位把它沉进这个a里面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只会用这个a来表示它 然后我们的那个复列这个是原本的讯号 然后跟我们转换之后在频率上的频谱图它是成对出现的 然后我们这边只是简单讲的话 所以我们有如果是在连续预作 这个平补图可以根据积分来做出来 然后如果是在离散上的话我们就直接相加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这一页是一个范例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离散上面的公式 然后我们这边 这个图不是很清楚 它是四个点 然后这边是二三四四 然后它这边就把它四个都带进来 然后去算各自的 各自的数值 然后呢我们去把它 有点像算长度的感觉 然后去找它的a是多少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比较常见的那个 异维的Curnal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box的话 如果它是三的话 它其实是把比较低平的部分留下 然后高平的地方可能会被捕掉 然后像是刚刚讲的sobo的话 这个边的话它是把比较中间的地方留下来 然后低跟高都会被它捕掉 所以其实它在做那种非常平凡的那种黑白交错的时候 其实效果不是很好 好 然后我们做科农或影像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到2D的部分 所以这边是2D版本的 它就是把原本的X 现在变成X跟Y 然后就是稍微改一些部分而已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连续域跟那个离善的那个域的话 就是一个是积分 另外一个的话是用那个加 对 然后这就是影像的频率 那一般来说 像是这种它的灰值比较接近的部分 它的频率比较低 可能是把它归类到背景的部分 然后像这种是频率它的变化比较大 所以它是细节 或者是可能边边的地方 好 餐质是到这边 Festibak Festibak 预备 当中间的点 的地方 主要进行 Persibak semi 还有一些 甚至 versus 最后 是 好吧,我等你笑好 你笑好,你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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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的 Care 認真心 你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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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可以 各位如果要點名的話可以來找我 就要出來個桌子 會有其他一位 我就在寫在這裏 中間的泥黃色的寫在塑造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